男人回归了为什么女人还是过不去这道坎 我们有很多来访者说 老公回来了 也说了要好好过日子 该拉黑的也拉黑了 也不联系了 但我就是放不下 老公还怪我 不依不饶翻旧账 但是我就是过不去这道坎 为什么 我们做了20年婚电心理咨询 我们团队经手过上万个出轨的案例 我们会发现 女人迈不过这道坎 是因为他们经历的四个痛苦的阶段 而这四个阶段 他们从内心当中这种创伤 是从来没被疗愈过的 那第一个阶段直接是否定期 就是他崩溃的开始 老公说回来了 但他无法信任这个男人了 你说你回归了 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呢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还会联系那个人呢 你们两个之前那么多不堪入门的 亲密照片 聊天记录 说那么多甜言蜜语的话 你现在跟我说你跟他是玩吧 我怎么敢相信 你的心是真的回来了 而且之前我那么相信你 我居然不知道你会做这种事情 如果这个男人也没有实际的行动 让这个女人打消他的顾虑 那这种否定和不信任理 他又不得不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 他就会进入到下一个时期 愤怒期 女人会期待这个男人回归之后有改变 可是呢 这个男人嘴上说回归 但是他回家过后 不是抱着手机 就是老婆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还是爱搭不理 工资不上交 问行踪 他就很不赖烦 那这个时候女人就会很愤怒 你犯错了 你说回归了 你怎么没有一点歉意 你怎么比之前还过分 所以这个时候女人会很愤怒 那如果男人越来越不理 女人的愤怒感就会越来越强 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调整过来 那这个愤怒去过后 就开始进入到讨价还价的阶段 这个女人跟谁讨价还价呢 跟自己 她会不停地跟自己battle 一会儿想 她是都删除拉黑了 我也没有她再次输轨的证据了 我是不是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 可一会儿又想 她是回来了 但她回来对我很冷淡 她是不是根本不想回归 她是不是只是在隐藏 她是不是还是会跟对方在一起 我太痛苦了 我要不然还是离她算了吧 可一会儿又想什么呢 她都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又提离婚 那我前面吃的苦 受的罪 不都白说了吗 孩子怎么办呢 那就在这种不断地讨价还价里面 女人就会不断地内耗和纠结 那接下来就会进入到第四个阶段 抑郁 因为前面不断地内耗 情绪全都被堵住了 这个女人的能量都被消耗光了 她无力去解决 然后所有的情绪最后交织成了抑郁 抑郁状态最典型的表现就是 我无力改变了 我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什么都改变不了 我太失败了 我一无是处 我毫无价值 甚至有些人还会有气体化的症状 吃不下睡不着 整天只想哭 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 严重的可能就会有自杀倾向了 我先声明一下 抑郁不是抑郁症 几乎人人都会有抑郁的感觉 但是严重到想自杀那种状态 一定是抑郁症的情况了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去找心理咨询的大夫了 或者找咨询师 总之需要服药处理了 那再说回来 一个被出轨的女人 从知道男人出轨到回归 最少经历三个月以及更长时间 或者三年或者十年 这种情绪损耗 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抑郁 而抑郁会伴随焦虑自责妄想等等情绪出现 所以经历的这么痛苦的心理折磨 谁还能轻松说一句 没事只要你回来了 这事又翻篇了 所以刚才我说 为什么女人很难度过这个坎 想想 不断的否认 不断的愤怒 然后不断的在纠结类号 最后还抑郁了 抑郁了就过不去了嘛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这些阶段 也正好是处在这种状态当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以在后台跟我们留言 我们一起来帮你度过这个难关